从烟台到大连坐了一夜轮渡 省了一天的时间 睡了一晚上就要少走了一千公里 我们抵达大连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半 太尴尬了就决定不停了 直奔丹东吧 兄弟们你们有件事发现了没 天冷的时候车是比较省油的 黑蛋车在高速上的油耗是13.6 有时候还会更多一点 通过这次长途试驾 我感觉黑蛋的油耗 要比普通的越野版长城炮高不到一升 有人认识这哥们吗 他在高速上陪我们走了一个小时 抵达丹东的时候呀 下了高速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做核酸 我为丹东的防疫人员点赞 一路顺着中朝边境的铁丝网 沿着鸭绿江我们找到了一个铁锅炖大鱼 这是我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老板知道我们是慕名而来 二话不说下到鸭绿江里 帮我们拿了两条大鲫鱼 还有一条十斤重的大连鱼 你知道吗 这可是边境 对面就是北朝鲜 老板下到江边也要刷人脸 自动识别人脸才能翻过那个铁丝网 东北的这种铁锅大炖 想必很多兄弟们都知道 用的是原生的柴火 然后大铁锅 烧好柴火 大铁锅热好油 炒好糖色 然后下好鱼 发现了没 这个是老板专用的秘制大酱 有朝鲜风味的 然后再贴上玉米饼子 老板娘亲手贴的 兄弟们这鱼里还炖有各种各样的菜 尤其是还有五花肉 你说这鱼能不好吃吗 东北大铁锅 来到丹东 咱们一定要来这个地方看看 这叫鸭绿江断桥 注意啊 美国鬼子 它只敢炸北朝鲜那一边 咱们这边一边是完好的 一定要来看看 咱们祖国有好多英雄儿女 都永远的留在了对岸 断桥啊 就在鸭绿江边 就在丹东市的市区里边 去看看非常方便 大家看一下 左边就是朝鲜 右边就是咱们中国 区别大不大 对面是北朝鲜的西翼州市 是北朝鲜第二大城市 你发现了没 它对面为了面子盖了几个楼 其实还是没装窗户的烂尾楼 回到咱们中国这边 住进五星级的酒店 推开窗帘 你再看看咱们中国这边的 江心小岛别墅 再看看对岸的小矮房子 中国的墙纳 真是让人由衷的自豪啊 兄弟们 小白